而进入倒数计时的还有上海世博 市长韩正特别扮成了城市规划导览员 接受中天主持人陈文倩的专访 为了宣传上海世博会 上海市长韩正真是聊聊起 把第一次的导览解说秀 献给了中天电视主持人陈文倩 这个是2020年的上海中心城市就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到下面我来带路 专业程度丝毫不输给场馆导览员 台北在这边 你点了在中 在这边在浦东 你亮的亮的我亮的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上面就是展馆 中国馆的展馆 然后这个下面呢 是全国各省区市的馆 那么这里呢 现在不是三个 这里是两个 两个是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的馆 然后在北面 有一个独立的 就是一个馆 这个馆就是台湾馆 努力了好久 终于让台湾馆落脚在与中国馆 一街之隔的亚洲区 韩正透过中天的镜头 说给台湾观众听 而对于在金融风暴下 各国人坚持参与上海世博 他也别有感触 到今天为止 2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确认参展的 没有一个退款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这是在上海工作了15年的韩正 决定给市民的愿景 而他大力改造东方明珠的雄心 还将持续到2020年 中天新闻 张玉华林西线白庆鱼 上海采访报道